我觉得一般台湾民众对陆基配偶的族群感觉比较好奇吧 所以他们想看一下来到了台湾这边生活 又是对台湾这边的生活是怎么看待的 在台湾这么三十多年 其实陆配的处境一直都在变化 因为两岸关系的变动 很多陆配就是给大家一些刻板印象 陆配在台湾也不怎么接受采访 因为他们会紧张自己在大陆的家人 所以很多陆配他们都是属于沉默的大多数 结婚之后大概半年多以后就来了台湾 就是我经常开个玩笑说 我在台湾同样遇到的事情 在台湾我会觉得很正常 当然在中国大陆我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 我会怀疑对方是不是骗子 在中国你在路上随便问一个人的话 大家的眼光首先会是防备的 然后他确证你是真的问路的之后 才会比较轻松 但是在台湾就是每个人 你去问他路的话 他恨不得亲自把你带过去 当时这种身为氛围 这个冲击力是很大的 冲击力更大的就是 我当时去参观了国民党的总部 还有总统府 在中国不可能 你在台湾也要参观总统府 只需要在网上提前三天预约就好了 在中国你提前一年预约 你也不可能去参观中南海 还没到门口就被打出来 国民党总部 你可以到一个执政党的总部 你根本不用讲了 在中国你怎么可能 你想进一个限维大楼都很难 人与人都不设防 还有完全没有官本位 没有阶级 没有森严的这种官僚体系和政党体系 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冲击 我是来自中国上海 2020年的年底到台湾来生活的 其实我在中国生活的时候 对台湾完全没概念 来之前没有想很多 只是当成一个旅游地 但是来了之后 下飞机那一刻 脑海里就出现很多 以前历史上教育的一些印象 说什么台湾是一个宝岛 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是下了飞机那一刻 真的很迷茫 因为像我们近来就是有一个外国人通道 一个本国人通道 我当时就站在那里不知道走哪一边 到这边看到有一些告示上面 贴的都是中华民国几几几年 我当时第一眼是不知道 那个是什么时候贴的告示 像各方面 其实差异真的还是蛮大的 来到台湾之后才发掘过来 好像它并不是我们传统教育当中 接收到的那个台湾 我觉得台湾大选就像台湾过年一样 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事情 而且觉得自己有这样的权利是很神圣的 我其实还蛮难体会这样的感觉 包括投票资金这几天 我都一直在思考 关于民主制度跟我们那边专制制度的差异 因为以前就生活在那边只有一个制度 也不会去想太多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就只关心自己的生活 不会关心上面的那些政策啊 忍不到我去表决是否同意啊还是反对 但是到这边之后就会思考很多 比较两个差异 但是也不是说一味的就接受了民主制度观念 我觉得真的是有很多事情要去思考 就是到底它的优点跟缺点 到底适合怎样的人群 你开水了 你开错了 三号一票 二号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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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号一票 二号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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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号五四少一票 一号一票 一号一票 四号五四少一票 一号一票 最早大陆的配偶取得我们的身份不是六年 是更长 所谓更长是比其他国家来的配偶时间要长 其他国家四到八年 那很多人说为什么它不去看作是其他国家的外企配偶 我们说这个背景不一样条件也不一样 讲白了就是说越南政府没有要把中华民国吞掉 印尼政府也没有要把中华民国吞掉 他们也不主张台湾是属于印尼的 台湾是属于越南 可能很多人以为我最关心的是那个陆配储户籍的事情 但是我必须要说其实这个对我来说真的没有那么重要 这一系列的问题其实都在于台湾的移民政策的问题 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台湾的移民问题的根本的问题 在于台湾它没有一个正常的国家地位 它的最根本的就还是中美对抗 所以我们会从这个问题里面发现了台湾的宿命 就是什么时候台湾真的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呢 可能一切才能够迎刃而解 其实我最关心的一题当然就是关于我们新住民的利益 我很关心的自己切身的一个就是我妈妈老了之后应该怎么办 虽然台湾有政策就是70岁以后子女拿到身份证之后 她们可以申请在台湾居住 但是这个名额每年好像只有几十个名额 所以通常都是要排十年左右 情况很不容乐观 育儿方面我是看到这次有一个叫小民参政欧巴上联盟的一个政党 她们提出几条育儿的证件 我当时看到觉得非常感动 就是她们说希望开设零托或者是夜托 这样一个脱音的模式 让父母在工作之余或者是带小孩之余能够喘一口气 就她们真的是一边工作一边带小孩的一个父母的心态 发出这样一种声音 两岸的特殊性 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我们不断地接收到来自北京的一些干扰 她不惜去贴标签 今天在这些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以前自己的同胞身上 我们几位都曾经到各地去看她们 了解到绝大绝大多数这些大陆配偶 我们有把握她们真的就是相辅较职 家来这边她不是要去做什么 安分手紧的照顾好她的家庭 照顾好她的子女 哪怕是在台湾的三十多万的陆配群体 她也算是华人群体 她过来其实处境和这些国外的这个华人群体的处境 其实真的是没有太大的差别 作为一个从专制国家出来的 而且这个专制国家 它还有非常强烈的扩张主义的这样一个国家 它难免会通过这些人渗透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中国人必须要承受的一个历史原罪 哪一天台海如果发生战争呢 那么所有在台湾的中国人 她只要回去的话 一定会被当成人质 所以单从这一条就不可能回去 一定是会在台湾这边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比如作为女性啊 或者是作为外国人 我肯定是不能上战场 那么我在后方做一些资源啊 做一些可能也没有国安疑虑的 呃 发放一下医疗物品啊这样的 而这也是唯一的选择呢 王新� 做自然 犯罪!犯罪! 你自己的老师 你自己的老师 你自己的老师